入夜後 獨南街警鈴鐵道住戶 總是睡不著 幾乎每天都要忍受這個聲音 喉嚨巨響 劃破周遭寧靜 而且列車不只晚上 擾人清夢 早上五六點 更是準時經過 叫當地住戶起床 打開住家 窗戶一看 還有三條鐵路經過 讓新搬來的住戶快受不了 一夜是很吵 我們最主要是我們已經有習慣了 不過有的人 新搬來的話 會不習慣 他們住在這邊長久以來 一直受到這個噪音的干擾 那之前 里長這邊也都有請求協助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是 一直都沒有下文 那我這次我就邀請到 賴品瑜辦公室的賴主任 因為我們這邊戲指跟欺毒 是一個共同生活圈 所以他們也非常能夠感受到 那個民眾所受噪音的困擾 火車經過的噪音有多響亮 找來環保局 台鐵 里長 議員都來一探就近 加好機器實測 可能位在頂樓 加上售測火車 剛好行駛在最外測軌道 只測得最高分貝67分貝 距離超標的85分貝 還有一小段距離 台鐵說它會先用長軌道的方式來做改善 那我們環保局的部分也是會先有分貝 那半夜的分貝噪音大概是85以上 它就是一個噪音的規定 那所以我們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持續來追蹤民眾所帶來的困擾 因為白天的時候其實干擾都比較少 但是半夜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上班的民眾 然後也有學生 那學生這樣會嚴重影響到學生的品質 那長者的話 他如果有生病在家戶床的話 其實這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種負荷負擔 所以我們希望台鐵能夠協助我們當地的住戶 來改善這個噪音的困擾 剛剛玉座跟那個 委員那邊也有請那個環保局這邊來車那個噪音 那雜音如果通過沒有就是那個超標的話 後續的話我們會做一些海戰的計畫 台鐵說長遠的解決方法 用軌道改為長軌道 但長達4.5公里工程浩大 目前考慮在火車軌道周邊裝設隔音牆 來降低分貝值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